来来来 吃 几位的菜齐了 请慢用 小二啊 昨日呢 我探查过你们附近的地形 这家酒楼 应该是离京丰屋最近的一家了 案发当晚 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可疑的声音 或者是见到一些可疑的人 那天客人比较少 入夜之后我们早早就关门了 没听见什么声音 我们这儿的客人虽然常来常往的 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 要是说特别 也就属你们几位了 这京丰屋 虽算不上什么武林大派 可是几十年来 靠着收集情报 也算是闻名江湖 手里掌握着各种武林秘籍 就算是武林大派 也不敢招惹 怎么这么没出息 一晚上之间就被灭门了 这江湖上发生什么都不稀奇 想当年这吃傻江湖的韩阴谷 还不是被伯爷景行一招灭了门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 这伯爷景行刚刚从陈碧山庄逃出来没多久 就发生了这样的灭门案 会不会就是伯爷景行又出来作案了 一群无知小儿 凭着一点道听途说 就敢污蔑我这神圣伟大的伯爷景行 你叫什么 不许你们污蔑我男神 男神 这个小伙子倒是有眼光 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那个事不宜迟 咱们吃完抓紧上路吧 别想说什么话之后 老是跟着我一起去 你就是不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我对这个案子当是有点感兴趣了 嫂嫂 可是这惊风物体是复杂 有一段山路只能用步行 恐怕你身体会吃不消啊 不用担心我 我还有我的坐骑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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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这里的诗形图看了一遍 这个凶手心思缜密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唯独在这个柱子下面留下了手印 说明他在杀此人时 颇费力气 甚至不惜露出马脚 我想 除了老物主之外 应该没有其他人 萧草夫人说得没错 这柱子旁边的尸体 确是老物主的 真是奇怪 奇怪什么 本尊行走江湖多年 熟知各路武功 却看不出来 这么阴毒的招数 出自河门河派 武林中门派繁杂 却有几家以指力见长 但是光凭几个指印 就去分析辩认 还是有些困难的 我觉得 现在趁尸体还没有入殿 我们应该去衙门 看一下老物主的伤口 到底怎么样 说不定能有所收获 只要我们能查出 这门功夫的源头 那么相信查出凶手 应该不是难事 强家小儿还算聪明 如此可教言 你快点啊 怎么了小少 没事 我们抓紧赶路吧 这个扇扇子 最重要的 就是心意 如果我要是没有感受到 一股用心的良意呢 可能就没有精神 给你解决了 摇摇扬 我把我最珍贵的爱心 都注到山子里了 你有没有感受到啊 去 拉倒吧 就你那点爱心论金脉 也就两文钱 你别光顾着说它 你赶紧把酒给我买上 这么说 你真的知道我男神 博也锦刑 在哪儿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 更了解你的男神 博也锦刑的行踪了 江梦主 惊风物受害人的尸体 就在此处 可否让我们看一下 老物主的尸体 我们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应该就在老物主尸身上 中间那一具 便是老物主的尸体 将蒙主自辨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黄梦主 我 你 他 这兔子这么嫩 口感一定不错 这一污渍的 全是酒气 本尊饿了 又没有腌制完 只能先喝点酒 奠奠了 什么时辰了 已经过了胃食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 这一污渍的 酒 酒 怎么样啊 你们去查看尸体的结果如何 有查出来是和门和派啊 那就是一无所获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老屋主的尸体被人调包了 在衙门里的尸体都被人调包了 看来这帮人来头不小 看到了 这只能够 但是我们去找的尸体 我们去找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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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好 好 办法倒不是没有 轻点 轻点 什么办法 说了能加顿宵夜吗 那就要看你的办法管不管用了 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 如何引蛇出洞 从今天的事情上来看 他们现在就一定隐藏在 惊风雾的附近 暗中观察着你们的行动 否则 不会掀你们一步 偷走老雾主的尸体 他们如此费尽心机的 想要掩盖证据 无非就是害怕你们看出 他们的武功路数 指导他们的身份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 你们私下放出消息 就说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线索 他们一定会像这次一样 想要出来毁尸灭迹 到时候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 真凭实据啊 你这个人可真是死脑筋 没有证据 我们就创造证据啊 事在人为嘛 这不等于欺骗武林中人嘛 我的江大盟主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兵不厌诈 江兄 我觉得小嫂夫人这个方法 可以试一试 我同意宫舅说的 那就算 我们用了这些方法 但他们会信吗 你说自然是有人不会信了 可是有的人说就不一样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我是让你们去散布消息 谁让你们去鲁街姑娘了 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散布消息啊 你也知道这才是我们的老本行 做起来啊最得心应手 那你们的消息散布出去了没有 哎 放心吧 就这么点小事 难不倒我们的 哎呀行了行了 这消息已经散布出去了 咱们现在守住带兔 哎嗯 说到兔子 你的那是兔子跑哪去了 外面考着呢 你 哎 各位掌门远道而来 所为何事 江浪帮主 伯爷景行从贵庄出逃多日 不知道有没有查到他的下落 伯爷景行生性狡诈 而且武功造诣颇高 想当年 我们是集合了全武林之力 才将他生前活拿 如今要想再抓住他 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江老盟主的意思是 不想抓伯爷景行了 我们陈碧山庄 为了抓住伯爷景行 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就连我的独子绍桑 也命丧燕荡山 江老盟主不要拿 当年的事情打幌子 伯爷景行 从陈碧山庄 朱陶是大家亲眼所见 陈碧山庄 忽畏不利 也是事实 如今伯爷景行在外面 为非作歹 江老盟主却说一时半会儿 抓不到伯爷景行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陈碧山庄主持武林的能力 台里掌门 你此话何意啊 各位 江老盟主年事已高 江盟主年纪尚轻 恐难当此武林盟主之重任 何况江老盟主也答应过我 谁若抓到伯爷景行 就让谁号令江湖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又有谁在念叨本尊了 你 去哪里 非礼无销啊 谁稀罕看你啊 谁稀罕看你啊 本尊怎么说也是武林至尊 你也大小不计是个武林盟主 都是行走江湖之人 还搞什么非礼勿事这一套 来碗烟珠璐 跟你说啊 今天的晚饭没有了 你真是过了河就拆桥啊 跟你那个爷爷真是一脉相成啊 还是没有伯爷景行的行踪吗 自从他逃出了陈碧山庄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药无音讯 不愧是伯爷景行 被关了这么多年 还是这么难对付 不过 你们尸属同门又青梅竹马 这世上了解伯爷景行的人 也只有你了 而且我相信 只有你 能找到伯爷景行的行踪 我 你现在的功力已经恢复三成了 你现在的功力已经恢复三成了 下一次运功也得半个月之后了 你现在的功力已经赶到 你应该能有一百年 再不上运功也稍微 才刚好 我天特意 你肯定在这儿 肯定在这儿 你肯定在这儿 你肯定在这个儿 你肯定在这儿 是你肯定在这儿 肯定在这儿 肯定的 肯定在这儿 肯定在这儿 才刚放的门就有人上钩了 江家小娃娃 你也太幸运了吧 七宿剑派 百里子楚 在下听闻 惊风不惨案 甚为震惊 因刚好给家父办事 路过此地 便赶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 多谢此处贤帝 案件呢进展得很顺利 那江盟主 可是已经抓住了凶手 这个凶手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 不过人证 我们找到了 并且已经妥善安置好了 相信在不日之内呢 凶手就会水落石出 看来江兄来此两日 收获不小 是 百里公子对江盟主的行程 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想必这位就是江盟主 新纳的妾室吧 对 听闻江兄的这位小妾 先前被彩花贼掳走了 我还真为江兄捏一把汗 要知道这些彩花贼 可不会什么怜香惜玉啊 不过现在看来 江兄还真是大人有大量 在下配布 呃 配布 所谓污人有慧眼 江盟主 还是好好请此楚公子 喝杯茶 数数口吧 此主贤弟 请 看来此楚贤弟 不用手拿杯子喝茶的习惯 还没改啊 下次啊 得注意 快拿凉水来 百里公子需要降降温 水来啦 你 娘 为何要带孩儿来这里啊 以后 此地就是你的练功之地 这里花无人烟 衰败破落 比不得帝宫的百分之一 为何一定要在此练功 为娘自有为娘的用意 你不要问这么多为什么 只管好好练便是了 孩儿知道了 你还记得 我教你的十六十剑法吗 孩儿记得 回来 过来 师父 过来呀 救我师父 师父 别跟我走 师父 昨天 枕头枕得有点累了 就正用了一下你的胳膊 没想到还挺舒服的 你没事吧 有事啊 我饿了 去给我弄一碗胭脂露来 本尊今天要养精蓄锐 好好跟那个百里瓷楚斗斗法 给 虽说百里瓷楚 鸡膠 不可小觑 而且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 恐怕我们不能把他怎么样 说你们这些名门正派就是婆婆妈妈的 我们手里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不重要 关键是这个百里慈楚 认为我们手里有没有证据 他越是心思缜密 越是在乎这条线索 看来 今天晚上我们得尝一出空城记了 这一条线索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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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回去 要不这姜家老儿 还不得气得气壳生烟了 不过呢 不过呢 你可以回去 你要不过 她不得气壳生烟了 跟我这姜家老儿 胭脂丸得留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啊 我要是把胭脂丸留给了你 你信不信 我前脚刚出门 你后脚就给我逃之夭夭 看你说的 本尊是最有契约精神的 好了好了 我承认 不过这一次呢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帮你 所以我绝对不会逃跑的 为什么 就当是我看不惯 百里慈楚那小子吧 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还想让本尊替他背黑锅 就让我承恶扬善 为民除害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还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啊 本尊身上呢 确实有一些世俗难以相容之处 可是 我不像你们这些武林正的 道貌岸然 表面上说一套 背地里做一套 本尊做事向来光明磊落 只要我说得出 就一定做得到 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我去去就回 这里就先交给你们了 放心放心 走了 这梅公子和公公子如此神色匆匆 是要去何处啊 无非就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的事情 来了 在下听闻小锦姑娘 平日离喜欢小卓两位 客官慢走啊 刚好在下有一壶好酒 还请小锦姑娘品鉴品鉴 既然是百里公子一番美意 那本尊又怎么好拒绝呢 小锦姑娘果然爽快 请 小锦姑娘 喝一碗吧 喝一碗吧 好酒 小锦姑娘这几天跟着江盟主四处查案 一定很辛苦 幸好案子有进展 就算辛苦也算值得了 江盟主办案神速在下配方 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 听闻京风物全门被命 怎么会有人证呢 尸体下面有活口 是什么人 是个孩子 一具尸体护在身下 才免遭一劫 他说 他认得这个凶手 那这个孩子可是非常重要 得保护好啊 放心吧 我们已经将这个孩子 送到京风物后面的西山道观 妥善安置 你就 放心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少爷 爷爷 我回来了 乌云碧月 非祥瑞之招 看来今夜注定 无法平静啊 爷爷 您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 山庄到底出了什么事 京风物的案子 先放一放 从明天开始 您集中所有的精力 寻找伯爷景行 一定要尽快抓到他 爷爷 您这么匆忙把我叫回来 就说了这件事 没错 爷爷 伯爷景行在江湖上 已经销售了快半个月 我陈碧山庄也发出了通告令 江湖上各大门派 都在寻找他的下落 相信很快就会有他的消息 爷爷为何急于一时 伯爷景行是武林第一大魔头 他冲出江湖 令武林各派胡适当当 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他 就会永留后患 百里磁蜀 果然是你 景流 武林盟主这个位子 对江家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意味着 延续陈碧山庄的辉煌 更意味着 匡复武林正义的重任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你就肩负着这个使命 我希望你时刻谨记 爷爷 只是我不明白 武林盟主的位子 和今天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今天武林各派 已经逼上山庄 想借此事 打压咱们江家 你现在内力尽失 如果咱们再抓不到 伯爷景行 那么江家 上百年树立起的威信 就会被断送 难道 这是你想看到的结局吗 爷爷 陈碧山庄的威望 和心中的正义 我想知道 如果是我爹 应该做怎样的抉择 无知小儿 你真以为 就你那点民药 就能奈本尊如何 就你那点雕虫小技 也就能糊弄糊弄 两岁半的小孩子 我看你那些人 就是你爹 也不能忤逆我的指令 那爷爷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究竟是谁杀了我爹 我告诉你的 就是你应该知道的 只有真相才是我应该知道的 我的话 就是真相 是真相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 昨日听说山庄出了点事 我便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 经风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我消去解决 我听说你昨天跟爷爷闹得不愉快 对 秦柳 爷爷毕竟是一家之主 你别总惹他生气 我今天一大早做了一些点心 又沏了一壶好茶 你给爷爷送过去 就当是赔礼道歉了 他有他的原因 我有我的想法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算了 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婉禅 我不需要这些点心和水 那你需要什么 我去把你的换洗衣服拿来 婉禅 渴了我自己会喝水 饿了我自己会吃东西 还有 我没有衣服穿了我自己会去买 经风物的杀人案 我还没有找出真相 还有 今人大典的事情 我还没有任何头绪 还有我的无功内力 全失了我都 我 我一个傅道人家 你跟我说这些我又不懂 婉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有些心烦意乱 对了 小景找到了 对 他怎么样了 他是因为我才被彩花贼抓走的 一定受了不少委屈 他要是不让别人受回去 我就给他烧够香了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只是说他过得很好 你放心便可 我会把他安安全全地送回来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了 我练剑去了 我先回去了 你 一切小心 少爷 马已经备好了 好 站住 爷爷 你先下去 是 老爷 青柳 你还是决定 要去惊风屋 昨天晚上打算抓捕凶手的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我有点放心不下 那 追捕伯爷警刑的事 就放手不管了 这件事 我已经安排手下去调查了 一有消息 就会立马回来向我们禀告 安排 你知道吗 现在武林各派都在暗中 打探伯爷警刑的行踪 半个多月了 却一无所获 你觉得用两个手下 就能找到伯爷警刑的行踪 请留啊 你不应该是如此草率之人 爷爷 抓捕伯爷警刑并非一日半日的事 我还是打算 先解决好这件事之后 再去调查 现在武林各派 都想拿伯爷警刑的人头 换武林盟主的位子 因此 怎么保住武林盟主的位子 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江湖师 都可以不必操心 爷爷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新系武林的人 但现在京风物几十条人命 比起抓捕伯爷警刑来说 就这么微不足道吗 你以为我让你当这个武林盟主 仅仅是为了江家吗 你想过没有 如果武林盟主的位子 落在了心术不正的人手里 那江湖上 将会出现多少血雨腥风 所以 武林盟主的位子 必须在江家 才能保证武林的太平 那难道说 您就没有一点点私心吗 混账 你就这么跟爷爷说话是吗 对不起爷爷 今天 你若敢走出山庄半步 就别认我这个爷爷 清流 伯爷警刑是你父亲 用性命换回来的 难道你就看着他 如此逍遥法外吗 百里天雄刚刚派人送来消息 说百里磁楚 被江青柳给抓了 江青柳不是已经离开 京凤雾了吧 我也觉得奇怪 以百里磁楚的功力 对付梅应血和公司赞二人 应该不成问题 真是个废物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派人把百里磁楚 给救回来 妇人之人 你个妻子 留他何用 请留啊 还是那句话 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要抓住伯爷警刑 打不着我 来来来 你这个老头 闺女还是陈碧山庄的庄主 想不到也会用案件伤人呢 你是什么人 敢擅闯陈碧山庄 你想死吗 江柳主 你赶紧救救我 我还没有见到某男生 我不想死啊 是谁追着我要钱 还暗地里说我抠来着 江柳主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之前看到的我 不是真正的我 绝对不是出自我的真心 那这样吧 你欠我的钱 我不要了 你赶紧确定这个 不讲理的老头 你说什么 爷爷 这个人我确实认识 京风物的案子 他确实帮了我不少的 你腿脚 你要行 你负责 你不可能 你 你可是全责啊 少啰嗦 我好不容易从姜家小儿那儿 骗来的胭脂露来 再不喝就浪费了 你妈没教过你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啊 浪费可耻 你还真是有礼一锅 又差一燥 我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 哎我说你轻点颠啊 别把我这胭脂露给颠出来 哎哎 我的爷 我的大爷 你可千万别吐我身上啊 我可告诉你 我有洁癖 你要是吐了 我就不活了 好 你背得我这么辛苦 你这点要求 我当然要满足你的心愿啊 你怎么来了 他他他 怎么了 对了 京风屋那边情况怎么样 既然有江王主 和小景姑娘的吩咐 我们当然是负导到我万次不辞啊 别平了 说重点 重点就是 百里磁楚 已经是我们的瓮中之鞭了 太好了 小景姑娘让我送消息给你 我这一路上可是马不停蹄 飞檐走壁呀 没想到我一到这儿 哎呦我这个翘臀呀 我这个翘臀呀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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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景他们现在好吗 我跟你诉了半天苦了 哎 你关心的只有他们吗 哎哎哎哎 说 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现在 在押送百里此处回来的路上 哦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